有位记者问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先生 世间有没有人比你有钱 比尔盖茨回答 有啊 有一个人比我有钱呢 然后比尔盖茨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当年我还没有钱的时候 也没有名 他说有一次我在纽约机场碰到一个卖报纸的小贩 这小贩 我想买一份报纸 但口袋里零钱不够 所以决定不买了 就把报纸还给他 我告诉他 我的零钱不够 没想到小贩说 这份报纸免费送给你 在他的坚持下 比尔盖茨拿了那份报纸 很巧两三个月之后 比尔盖茨抵达了同一座机场 发现自己又零钱不够 又买一份报纸 那个小贩又送了他一份报纸 比尔盖茨拒绝了 告诉他 我的零钱不够 那个卖报的小贩说 拿去吧 我从我的利润里拿出来 和你分享的 我没有赔钱 19年之后 比尔盖茨说 我出名了 大家都认识了我 突然间 我想起了那个小贩 我想去找他 谢谢他 一个半月过去了 我找到他了 我问他 你还记得我吗 他说 当然记得 你是比尔盖茨啊 你还记得 你免费送给我报纸吗 记得啊 我一共送过你两次啊 比尔盖茨说 我现在要回报 你当时给我的帮助 你要什么 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去实现它 小贩回答 先生啊 你不觉得这样做 不能和我给你的帮助相比吗 不要盖着愣了 怎么说啊 那小贩说 当我只是一个穷小贩的时候 我帮助了你 现在你成为了世界上 最富有的人 而你试着帮助我 你的帮忙 怎么能和我的相比呢 你们还没有听到底呢 当时比尔盖茨才体会到 那个小贩比他还要富裕 因为这个小贩没有等到自己有钱 就开始帮助别人了 我们人在自己很苦的时候 能够付出爱 能够帮助别人 那是最富有的人了 大部分的人都忘记和误解了富贵的真正含义 真正富裕的人是拥有一颗富裕的心 而不是他的钱 因为比你有钱的人啊 到处都是啊 所以我们要帮助人 不能等到自己有钱 有多少能力 就帮别人多少能力 人品 所以以正直为贵 心地以善良为贵 修心以布施为贵 行善以孝顺为贵 我们学佛人 我们学佛人 佛琴以真志为贵 性格以坚忍为贵 待人以诚恳为贵 处事以谦让为贵 言语以理解为贵 家后三 那么希望大家有能力就做点好事 没权利就做点实事 有点财就做点善事 没有财就广结善缘 动得了的时候就多做点功德 当你动不了的时候 也要回忆一些开心的事 做错事情要多念念礼佛大忏悔文 不做坏事和傻事 放生许愿做善事 生活其实没啥事 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吗